由於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 在今年又引發了一波原物料的漲價風潮 短期之內各種原物料、金屬、各種都是成本居高不下 各種民生用品也都有在漲價 那我覺得就算戰爭已經結束了 價格應該也不太可能會掉下來 漲很容易、跌很難 所以我這次把家裡的窗簾換掉 這個窗簾4300塊 它是這個顏色的 然後今天又把冷氣換掉了 冷氣是這一台日曆的變瓶窗型冷氣 請我同學幫忙撞的 那裝完之後這邊很醜 會再重新刷個油漆 這台是這個型號 RA36QV1 然後3.6k瓦 然後32500塊 1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花了接近4萬 然後 這禮拜還打算去買烘衣機 買起來 買就對了 日曆冷氣 日曆冷氣 還有送東西喔 4月底前購買 我挑了電烤箱 以上開箱 10分 8ines 感谢观看